超多漂亮小语界的枪战游戏 纯白禁忌于今日正式冬测 为我帮大家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 练到最强最适合自己的角色 本视频就来帮大家 哪几位角色最大 哪几位角色最值得练 那在这里先做熟的兄弟们 都能带抽出金 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 点赞加端注 五星必抽到 八 力服星期三 四星充分上角色 常对技能大刀 以及TOT力都附带强力麻痹效毒 被动还要用不错的辅助能力 六兵型辅助 一上场就是不断放电 雷电访问他只呼内行 如果没有团猎的话 星期三就是非常不错的效益替代 七 寝落双面 四星充分上角色 常对技能大刀屏中造牢房 大后他会直接招换替身 他的QTE正式状级 他会将全场敌人灵魂链接 从此不用转场也不用拒断 无论打谁都是全场LE 这波地图炮咱不得不服 双面作为输出角色 不仅头三头群 而且敌方站位较为风扇时 也可以通过链接打出不熟的输出 对待那是可以带着替身二打印 这强的敌人也能轻松拿捏 六 莫莉安 崩打小姐 四星狙一枪角色 常对技能可以招换荒引草稳敌人 大招自动爆头 QTE也是自动爆头 直接不装了是吧 这样对面怎么玩啊 不过他能极致就知道 这是一个输出现任道 上线地的角色 但是具备的举手非常缺乏 生存能力 还有手脸党福音的自动锁头 对于前期 技能还梦着到枪枪爆头的新手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输出角色 如果没有五星的莉莉安的话 可以先用他进行堕渡 五 福提亚小太阳 四星突击步枪角色 常为技能可以沉默的敌人 大招肚明思逸就召唤小太阳 对常用敌人持续造成伤害 QTE是纯辅助技能 为常用队友的指导 附加刀热伤害并填充弹夹 小太阳是城牌禁区中 少有的增双辅助 还能帮助常用角色换弹 换弹直接治好了五叫多年的换弹癌 完全填补了常用输出的通胆期 练绝对不推 四 风铃 旧端 五星现场角色 常对技能增加冬数 大招持续打造敌方技能并造成伤害 QTE还能为常用队友增加冬数 这让旧端伤害爆炸的同时 还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辅助能力 在输出方面 旧端近距离挡装时的DPS非常同步 你看这现弹枪加刀冬数的组合 属于是脸都不要了 不过旧端也比较依赖痛之类辅助配合 否则应对刀数敌人时会落不着子弹 三 礼服团猎 五星通风枪角色 常对技能 艾塔西亚爆炸 发射弹案飞弹 并使敌方痛结 大刀爆发到 范围大 还附带冰冻痛之 属于优质的清杂力气 QTE增加暴击率同样提升输出能力 强度上团猎没有明显的短板 无论的痛制和输出 还是破装能力都非常优秀 前期台湾猎他绝对能轻松通关 二 莫莉亚宇燕 五星巨枪角色 常对技能可以买致苗度 大刀超强击飞 QTE还是击飞 合着你这燕子不是自己飞 是让对面飞啊 巨枪的输出什么依赖爆头 而宇燕的机制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在遇到多人的敌人时 也可以百发百中 前期完全可以用宇燕练习手段 而且这致苗度还能直接白得 就为你练不练吧 一 摇冬至 五星巨枪角色 成为技能直接让大追变大炮 大刀装备奶箱子弹 一枪一的小朋友 QTE击飞身边敌人突围必败 冬至低天起时太大招 只有五发强化子弹 所以对P7玩家的命中率要求非常高 但是上线也相对较大 只要你的手都稳 那么全由第一输出 非常莫属 感谢大家三点钟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